加世达本业表现回稳布局医疗器材市场也非常积极 近期陆续启动了并购计划 完成生产研发到销售通路 一条龙的生产架构就是希望能够带动产业升级 电子本业朝向高毛利产品发展 加世达站稳市场立基 业外投资挺进医疗领域 投入资金六年后 营运开始走向获利 上半年EPS0.57元 大幅超越去年全年的0.36元 提前预告明年股力政策有机会恢复发放 李坤耀强调 为了抢搭全球医疗器材九兆元市场大饼 公司启动并购 明基三丰宜安一财等公司 加上与明基财友达合作 一举打通销售通路技术研发 以及零组件供应关节 有利于打开国际市场 医疗我们在这部分投资已经六年了 最近有跟做在台湾开始做牙科的医疗的事业 那这一块我们也会扩充到几个东南亚的国家 还有中国这一块当然也会进去 加世达8月营收113.8亿元 年增百分之16.72 优于原先预期 为了稳住产品价格优势 公司规划在台中建立医疗耗材生产基地 预计明年底就会进入量产阶段 林志远成为右台北报